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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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推进 形成了三个极点 其中广佛极点为湾区最具潜力都市圈 带动深度融合 佛山是仅次于广深的第三座万亿珠DP城市 同时亦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其中三山新城 是佛山广佛都市圈内的一个地理位置 优越的区域 与广州荔湾区 潘渝区接让 比伦海珠区和亚洲最大交通枢楼 广州南站 轨道方面规划五条轨道 四条对接广州 从香港到这里有成熟的交通网络 长途无阻 只需要一小时 真正意义上实现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其实这里的生活 比以前已经改善了很多 我们很多时候很多香港朋友 其实对这个国内生活不了解 其实我们看到 这里生活的空间 无论是园林住的地方 空间都比香港大 而我们现在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城市的电设 和医院各方面 配套是很充足的 最吸引我这个地方就是交通 交通来说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中国的交通是非常之厉害 一小时生活圈 西九龙高铁站 来这里只是48分钟 我们说到广州南站 而在三山新城里面 其实已经有三条轨道 第一条来说 未来开通的佛山11号线 现在已开通的佛山2号线 现在在我们的项目旁边 有一条叫南海轨道1号的列车 其实横跨两个站 十几分钟已去到广州南站 佛山三山新城 拥有世界级的科創基地 有更好的生态环境 更优越的创业氛围 和政策扶持 还拥有完善的生活配套 和优质的居住环境 例如首座意大利 名品奥特莱斯的 佛洛伦沙小镇 文康湖公园 三山森林公园等 除此之外 这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活大城 汇聚了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和文化抵运 让你可以尽情享受 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佛山香港城 这里有和香港相似的饮食文化 沟密城、娱乐城、国际教育 同时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宁静天地 让身心得可放松和回归 高处远望 这个是万科天空之城 我们看到前面来说 就是国家4A级的文汉梅公园 也是佛山在三山这边 是主要的公园 前面来说 就是有两个维多利亚公园 那么大 我们看回来说 就是万科天空之城 为什么叫做天空之城呢? 整个万科的项目四十多栋 在一个大的平台上 地面来说 有大约三层楼以上的高度 下面来说 是大型的综合商场 比论来说 就是一条叫做南海1号的城轨 那么我们看到来说 就是万科天空之城来说 前排这一排 正南的 全部正南 就是一百一十方 至一百五十方不等 那就是南北通大平层 而我们看回这边来说 这四栋 是在商场平流上面 最大的面积大约九十方向南的 分别来说 就是八十九 七十多的方 这里来说就是细积来的 那后面还有一期的 是早入火的南北通的了 那面积更加大了 那形成来说 整个万科天空之城 这边的大型屋苑有四十三座 那总括来说 大约是三千多佛的 这个片区来说 是一个大的屋苑来的 而在这个片区来说 或者整个佛山和广州 能够享受到 这么漂亮的自然风景 和这么开洋宽阔的空间 相信只有这个位置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屋苑呢 在这个地区的定位呢 而在这个屋苑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边来说 就是佛山的禅城区 南海区禅城区 大家看到了 是非常之人烟囚密的地方 那旁边这边就是佛罗伦斯小镇的 而在这边来说 是融合了佛山最强劲的区分 就是南海 南海区 陈德 陈德 还有就是 这个是 禅城的 所以总称以为三龙湾 那三龙湾在平州这边来说 主要是 是 偏近这个是 广州和佛山的交界 去广州南站 只是 需要十几分钟而已 那 亦都是融合了广州 那我们看看广州来说 哪里是广州呢 那我们在远处的屋来说 这边就是 黎湾区 那我们在 这里融合了 是广州包围住的 是 有这个 这个是 海珠区 这边远望这么多楼 就是广州的海珠区 这边是海珠区 那 潘虞区 就在后面 在我背脊的潘虞区 那 这里也可以远望到 珠江新城 而在万科天空之城 我们叫做 向北的单位 基本上 我们如果是天亮气清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 广州塔 还有 这个是 IFC 那么 近这个位置来说 我们看到 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 在这边来说 是主力打造 这个是三龙湾 创科中心 那 在这边来说 我们就看到 最核心的 核心的 研究科技 在佛山的 就是 维华实验室 这边来说 就是佛山一号的人造卫星 都在这边研发出来的 那里面来说 也都是高端的人才 研发 这些叫做 科技 智能 和AI 在这里 那里也有三千多人 在里面 那里分一二三企 是桂华实验室 那旁边就是 Crown Plaza 那里的酒店 那这边的酒店来说 是 酒店价都不便宜的 比得起千灯湖那边的 那所以来说 因为它便利于 这个是广州南站 和亦都是 比论这个是 潘如海珠区 和这个是 荔湾区的交界来说 所以来说 也都大部分呢 这里买这里的房屋 基本上是一些 潘如的 改善型的朋友 那他们可能 将一间屋租出去 自己买这里就住 所以来说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客人都是 广州客人的 而我们看到 这个这么好的环境 和这样的空间来说 基本上在广州来说 也都没有这样的条件 而在广州的楼价来说 为什么会来这里 第一就是说 环境好 第二来说 也都在说 是性价比 性价比来说 我们在潘如那边 平均来说 大约是 我们说二手楼 大约是 3万至到 4万的 如果一手楼来说 其实 挨近是 4万至到 是万万不得的 那视乎你那个景观 所以来说 在这边来说 性价比非常强 亦都是 广州的楼价一半 也都是 在千灯湖来说 其实千灯湖那边的楼价 都开到 4万至到 7、8万不等 所以这个地区 亦都是千灯湖的楼价 相对来说 大约一半 亦都吸引了很多的朋友 住开禅城那边 都是 我们叫做 改善型环境 搬来这里的 那 无独有偶 这个是一个 叫做 支持香港朋友 在这里落户 也都是 国家也都是 也都令香港朋友 有一个份额 所以这个 就是 有一部分 是给香港人的 配额 所以 这个叫做 香港城 难得的机会 介绍 这个香港城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可以联络我 我们就 亲临到这里 你从这里 去香港 都是48分钟而已 西九龙 可以搭高铁 可以往返 非常漂亮的环境 也很有潜质 有意向大湾区发展的朋友 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也都是说 单位也不是这么多 如果是想了解的话 跟我们去了解 我们也都会 第一时间 跟内部 销售方面 拿得漂亮的单位 给大家 那 今天的介绍 就是这么多